台大醫院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台大醫院營養師李立慈 小巧可愛圓滾滾的湯圓 不只是傳統飲食習俗 也是夏天冰品 與冬天甜湯 很受歡迎的食材之一 但部分市售的湯圓 為了強化風味而添加比較不健康的成分 像是豬油 糖 其實自己在家可以準備天然又健康的食材 動手製作可愛創意造型又健康的湯圓 這樣不僅可以製造成分和熱量 乾淨衛生也能自己掌控 湯圓的糯米皮容易造成脹氣和消化不良的問題 因此可以用嫩豆腐來取代一半的糯米皮 與糯米一起均勻混合後 可以讓湯圓較容易消化 還能增加蛋白質的攝取 接下來就為大家介紹 簡單又富有節性意涵的 創意健康湯圓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选择天然但有甜味的食材 做内馅像是地瓜 山药等等 就不用额外再加糖 糯米的汁炼淀粉较多 小孩和老人不易消化 用豆腐取代一半外皮所需的糯米 除了可以减少糖类和降低热量外 口感也会略不相同 但好消化很多 不过汤圆的材料仍属淀粉类 占有不少热量 因此对于糖尿病病人 若吃三颗汤圆 就需要减少三份主食摄取 以稳定血糖控制 也避免总热量摄取过多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